第二日,凤九又像只欢脱的兔子,不知疲倦地和冬华玩了一天,临近傍晚,两人一身臭汗地回到了住处。 凤九抹着额头上的汗珠,嘴里说道,好热,我要洗个澡,换身衣服,不然身上该臭了。 冬华听完,带着凤九在卧房换出一个浴桶,然后又加了一些用鲜树加温过的热水,对凤九说道,你先洗澡,我去弄些吃的,说完就出了房间。 凤九赶紧关上房门,除去衣物,钻进了热水里,这水不冷不热,泡着还挺舒服的。 凤九享受地闭上了眼睛,今天真是累够了,不知道过了多久,凤九被一阵敲门声给吵醒了。 冬华在外面喊道,九儿,你再不答应,我可进来了啊,凤九连忙阻止道,别别别,我马上就好了,你可千万别进来。 说完迅速地出了浴桶,凤九忽然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,那就是虽然买了换洗的衣服,但是却忘了买贴身穿的内衣,这下可如何是好。 凤九正在想着,外面冬华又喊了,你好了没有,你还准备在里面带多久? 凤九那个急啊,抓头挠腮地回答道,你催什么催,我找不到衣服而已吗? 真是的,冬华倾笑,他知道这个迷糊的小狐狸肯定是没发现昨日自己给他买的内衣,于是说道,你去包裹里找找,兴许可以找到你要找的衣服。 凤九此刻也没什么别的办法,只能又把那装着两人新衣服的包裹翻出来查找,果不其然。 凤九翻到了那个用青纱包纸的小布包,于是凤九便把那个包裹打开,只见里面好几件不同颜色的赌兜,样式还挺好看的。 凤九二话不说,挑了件粉色的就穿上了,之后又穿戴整齐,打开了房门。 冬华见凤九出来,抬眼上下扫了一眼凤九,问道,合身吗? 凤九有些尴尬地嗡了一声,之后问冬华道,你怎么会买女孩子穿的贴身衣物? 冬华满头黑线,正没说道,我一个大男人,你觉得我会买来做什么? 凤九眨眨眼,摇摇头说,我怎么会知道,难不成你买来自己穿的? 冬华无语,只能催促凤九去吃饭,好了,快去吃饭吧,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 凤九见冬华那儿有些尴尬的表情,又言辞闪烁,于是笑道,你真的是买来自己穿的啊,想不到你还有这种皮好,真是个,变态。 冬华忍无可忍,这只狐狸简直奔到家了,于是举手赏了凤九一记暴力子,说道,你这小脑袋里到底在想些什么? 我自然是买给你的,谁变态了?凤九摸摸被敲疼的额头,抱怨道,你就是变态,不然你敲我做什么? 冬华正没说道,再说我变态,我就真的变态给你看了。 凤九一脸嫌弃地看着冬华,说道,你现在终于承认你变态了,没关系,我小九九也不是一个大嘴巴的人,定然不会在与旁的人说,你就尽管放心吧。 说完之后就准备绕过冬华去吃饭,冬华拉住凤九,挥手之间,凤九就变成了人身,冬华提着凤九的一只狐狸爪子,挑眉说道,既然你说我变态,那我就变态给你看看,走吧,去吃饭。 说着把已经变成狐狸的凤九抱在了怀里,凤九压压地叫着,却说不出话,只能在心里骂冬华,你这个死变态,你对我做了什么? 冬华一边走一边回答,当然是做一个变态该做的事情,这独心术,可是冬华的独门绝技,就是三发五次地用在凤九身上,尾时有点不必到啊。 凤九一直在冬华怀里挣扎,奈何被冬华抱得紧紧的,愣是挣脱不了。 冬华在饭桌前坐下,自顾自地一只手抱着凤九,一只手吃饭,凤九急得差点掉眼泪,一个劲地在心里把冬华从头到尾骂了个遍。 冬华也不说话,只顾自己吃饭。 凤九此时饿得肚子咕咕叫,伸着狐狸脑袋直往饭碗里凑,冬华把碗移到了凤九够不着的地方,问道,饿了,想吃饭。 凤九压压叫着,心里哀嚎着,我快乐死了,让我吃口饭吧,求求你了。 冬华挑眉看着凤九又问,我还是不是变态了。 凤九摇着狐狸脑袋,一双眼睛可怜巴巴地看着冬华,心里却想着,这个变态,他到底要做什么? 难不成要把我饿死,然后拿我炖狐狸汤喝? 冬华此时读到了凤九心里的想法,虽然有些无奈,但也不忍心让小狐狸继续饿着,于是把他变回人形。 说了句,恶死的狐狸有什么好吃的,况且你这么瘦,也没多少肉,还是养肥点再炖汤吧。 凤九刚刚往嘴里划了口饭,听冬华如此一说,便停下了动作,一脸惊吓地看着冬华问道,你真的要把我炖汤喝? 冬华拿起筷子,给凤九加了些菜,挑挑眉说,多吃点,等养肥了再炖汤。 凤九听吧,放下碗就往外跑,冬华伸手拉住凤九,笑了笑说, 想讨,你觉得你能跑到哪去? 凤九看着冬华那不怀好意的笑脸,瞬间有众自己即将要被做成一盆汤的感觉。 凤九不自然地笑了笑,试探着说,你是开玩笑的吧? 冬华皱眉,继续逗凤九说道,你再不吃饭,我现在就把你炖了。 凤九一听,马上就吓哭了,你,你这个变态,还真要把我吃了,早知道我就待在昆仑须,不和你出来了。 冬华见凤九吓哭了,马上换了口气,哄凤九道,我说着玩的,你怎么哭了? 凤九继续哭着,你,你说的话到底哪句是真的,哪句是假的? 冬华叹了口气,起身把凤九抱在怀里,手轻轻拍着凤九的后背,说道,你这只笨狐狸,总是把假话当真话,真话当笑话,你让我如何是好? 凤九继续哭着,抽气着回答,只要,只要你,不吃我就好。 冬华把凤九搂得更紧了,与其温柔地安慰道,乖,不哭了,我不会吃你的。 凤九渐渐停止了哭泣,从冬华怀里起来,撅着嘴问,你真的不会吃我。 冬华点点头,看凤九还是一副不相信的样子,于是又打趣说,你若不相信,你就把我炖了。 可好,凤九终于破涕微笑,给了冬华一拳道,走开,你这个变态。 冬华见凤九终于笑了,于是拉着他坐下,轻轻给他擦了擦肋痕,说道,快吃饭吧,再不吃就真的凉了。 晚上,凤九睡着了做梦,也许是真的被冬华的话吓到了,连做梦都哭醒了,嘴里一个劲地说着不要。 冬华见凤九做梦,哭喊不止,便立刻起身到凤九身边,刚坐下,凤九便一个机灵就坐了起来,正好和刚坐下的冬华鼻尖对鼻尖。 凤九愣了愣,之后一把抱住冬华,钻进他的怀里,说道,我们见有条网蛇要吃我,我一直跑一直跑,吓死我了。 冬华轻声安慰道,别怕,做梦而已,现在没事了。凤九嘟着嘴,埋怨冬华说,都怪你,肯定是你说要吃我,我才会做这样的梦的。 冬华柔声道歉,说道,都是我不好,不该那样逗你。 虽然早些时候,凤九是被冬华说要吃自己给吓到了,可是凤九之后仔细一想,便觉得自己实在是笨得要命,如果他真的要吃自己,那还一门心思地带自己瞎转用什么。 只要拿笼子把自己关起来养肥了,再炖汤喝不就完了。 这样一想,凤九便觉得冬华肯定是在和自己开玩笑,只是自己当真了。 刚刚凤九的埋怨其实也就是随口一说,却想不到冬华还为此而对他道歉。 凤九顿时觉得,冬华这个人,也不比自己聪明多少,连一句玩笑话也会当真。 凤九从冬华怀里起来,随后用手敲了敲冬华的额头,也送了冬华一记暴利子说道, 这是我还你的,礼尚往来,大家扯平了。 见冬华没什么反应,也不说话。 凤九觉得,这个家伙还真是笨得可以,这么轻易就让自己抱了早些时候,被他敲头的愁。 这样想着,凤九便不自觉笑了出来。 这样的举动,看在冬华的眼里,和其暧昧,冬华笑道,欠别人的终究是要还的。 说着,冬华清了清凤九的嘴唇,之后定定地看着凤九。 凤九心如雷骨,小脸随即红得像个番茄,逼着头小声说,你怎么占我便宜。 冬华悄悄眉说,那我让你让回去可好。 凤九一愣,之后推了冬华一把道,你当我傻啊,我再清回去,我不是又吃亏了,休要宽我,我才不会上当。 冬华轻轻一笑,揉了揉凤九的头发,说道,好了,快睡吧,明天我带你去听戏文可好。 凤九一听要去听戏文,高兴地点点头,乖乖地躺下说道,好,那我先睡了,明天我们去听戏文,说完就闭上眼睛,安心地睡了。 见凤九全然忘了做梦这件事。 冬华微微输了一口气,给凤九盖好被子之后,回到自己的那张小床上躺下了。 他双手忍在脑后,又看了一眼凤九,之后弯了弯嘴角,闭上了眼睛,有句话怎么说来着,不是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,而是你所有的样子我都喜欢。 冬华觉得,此时岁月静好,家人在旁,那便是再好不过了。